欢迎回到狂人不思议特别报道 有的时候天才和怪咖只有一线之隔 来看看日本这位高龄91岁的发明王 他叫宗松一郎 自称5岁就开始发明了 拥有的专利超过3500多件 是爱迪生的三倍 但他发明的东西常常让人看得很傻眼 像是常有这个暗器的假法 还有增进脑力的神奇按摩椅 虽然说外界对他抱持着怀疑的眼光 但宗松却自称他靠着发明 可以延长寿命 甚至连自己的癌症都治好了 很多人就好奇了 这位怪怪发明王哪来这么多点子呢 他的答案也很狂 竟然是靠着潜入到水里头 让自己几乎快要溺斃 借此让脑部缺氧来激发灵感 装有大弹簧能让人剑步如飞的球鞋 坐下去就能增进脑力的神奇按摩椅 这就是内面的防御 在内面的防御 然后当你会有灵的灵感 就像这样 甚至是专为美国总统川普打造的暗器假法 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神奇发明 全是来自日本这位自称发明王 松松一郎的杰作 91岁的钟松一郎 自穿拥有3572项发明专利 这个数字可是比世界公认的发明王爱迪生 还多出三倍有余 虽然他大部分的发明不一定使用 而且从实际数字来看 中川只取得290项专利数 但他天马行空的发明横跨各种领域 让不少人惊奇 连能促进爱情产业链的产品 松松一郎也有涉猎 以1995年发明的爱情产物 可说是钟松对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先不拙见 号称日本威尔刚的神药 更应成为讨论的话题焦点 只不过他所自豪的诸多发明当中 存有争议的项目并不少 最著名的莫过一式隐藏电脑 常使用的软式紫叠片 中松号称为了提高唱片音质 1948年就已经发明类似的声音存取装置 比起1971年 IBM开发出起立片的时间还来得早 算这两者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还存有不少的争议 但IBM为了避免纠纷 还是在1979年 签下十多张专利权的转让协议 此外像是飞机起罗驾 没有Bump 数位手表 中松号称都是靠他的灵感 诞生的杰作 发明狂人中松一郎 把发明当成一生的职制和事业 东京大学毕业的他 号称自己拥有法学 医学和工程等跨领域的博士学位 更早在五岁就有了人生第一个发明 2005年 他靠着连续35年拍摄记录 自己吃下的每一餐 已经从42岁开始 每天持续测量血压体重 分析饮食对脑部运作和生理状态的影响 拿下搞笑诺佩尔营养学奖 尽管五年前他被诊断出 罹患癌症只剩一年可活 中松却硬是靠着 自己发明的饮食治疗法 活了下来 虽然外界常怀着质疑眼光 看待他的发明 中松却不以为意 反而以异于常人的幽默感 如获大票粉丝 而他远远不绝的灵感 从回而来 即使靠一间 纯金打造的黄金厕所 中松甚至会把自己 关进小房间 明天贝多芬第五交详去 但他的最终秘密武器是这个 中松一郎的潜水和一般人不一样 即使要憋气憋到最后一刻 让自己脑部平临缺氧 此时迸发出崭新的发明灵感 不只获得灵感的方式读书一格 中松一郎平时的行事作风也易于常人 屁股买相机大家看的是画素是镜头 他却是用纹的 既古怪创意于一生的中松 不光执着于发明还对投身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1991年开始一同投身16场选战 从东京都知事选到参中院议员 但每次出马通通下雨而归 即便如此也为交习他从政的热情 这位经历无穷的发明狂人 相信自己能活到144岁 还有办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完成6000项的发明 穿衣无限又有点搞笑无理头 日本发明王中松一郎 脑袋里究竟还会有多少天马行动的神奇变子 不光日本全世界都好奇不已